几周来第一次现身 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格斯科维奇 身穿牛仔裤和蓝色格文衬衫 站在牢笼中手擦胸亲切微笑 这是他在3月30号因涉嫌间谍罪 遭到俄罗斯逮捕后首次出庭 不过法官拒绝他的保释申请 或是在家积压 才觉他必须继续居留在狱中 他的律师向记者表示 格斯科维奇在狱中生活一切正常 不过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则表达担忧 格斯科维奇是自冷战后 首位因间谍罪遭到俄国拘捕的美国记者 不过自去年2月俄乌开战以来 普丁为了钳制言论自由 常以战争为由打压异议人士 借此杀鸡儆猴 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 日前因藐视法庭等罪名 遭判11年半有期徒刑 不过他近日又被指在狱中违规 而面临性的刑事指控 他的律师指出 纳瓦尼是因为遭到狱警殴打 被迫犯规 而先前也传出 他在狱中体中暴跌 不过被冠上莫许有罪名的还有他 卡拉姆扎因公开反对普丁 并批评俄侵略乌克兰 遭指控犯下叛国罪 和散布布什讯息诋毁俄军 近期被重判25年星期 他的妻子认为 这凸显了俄国当局有多恐惧 战争持续激烈进行 可以预见的是 为了正当化战争决定 普丁将无所不用其极 东森新闻国际中心综合报道